说到朱婷、李盈盈、蔡斌、张长宁 相信很多球迷朋友并不陌生 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排球人 其中朱婷、李盈盈、张长宁球场上面打的都是主攻 三个人可以说排球天赋都不错 其中朱婷、张长宁追随郎平 出战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 那时候朱婷天神下凡扛着中国女排夺金 张长宁还是小替补李盈盈 无缘国家队 来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 朱婷带领朱婷、张长宁、李盈盈出战日本奥运会 可惜的是朱婷手腕有伤 没有打出巅峰水平 再反观张长宁成为主力也没有证明自己 李盈盈也没有打出统治力 最终中国女排在中京奥运会遭遇了滑铁炉 朱婷带队只拿到第九名 创造了女排奥运历史最差成绩 随后朱婷辞去主教练 蔡斌二进攻中国女排做上主教练 蔡斌上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后 保留了朱婷和张长宁的球衣号码 并且蔡斌明确表示 中国女排的大门随时向两人敞开 可惜的是两个人做了手术之后 多次缺席中国女排的集训以及比赛 最近中国排协公布了 女排世界联赛的集训大名单 细心的球迷发现 朱婷和张长宁再次缺席集训 有意思的是 蔡斌依然保留两个人的球衣号码 反观很多球迷吐槽 蔡斌可能要错误了 因为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并且张长宁老公吴冠希 此前表示打算备孕了 在反观张长宁自从手术过后 频繁地接代言拍广告上综艺 似乎没有回归赛场的打算 因此很多球迷吐槽 蔡斌错付张长宁 大家说张长宁还会回到赛场吗 在反观朱婷 虽然也缺席了中国女排的集训和比赛 但是朱婷已经登上一甲赛场 可以说朱婷回归中国女排 希望还是非常大 虽然本次女排世界联赛缺席了集训 但是接下来的杭州亚运会 以及奥运会资格赛 不出意外朱婷会回归中国女排 现如今朱婷不回归中国女排 张长宁半退役的状态下 中国女排在主攻位置上面 只靠李盈盈一个人了 王云露等人个人实力有待提高 此前的女排世界联赛和女排世锦赛 李盈盈都很好的证明了自己是 现如今中国女排最出色的球员 但是依然有一些球迷吐槽李盈盈 现如今国际排联给出了官方认证 李盈盈就是中国女排现如今的绝对核心 国际排联通过官网发布了一篇 关于是联赛各队关键人物的文章 其中李盈盈被认证为中国女排的关键人 张景印则是中国男排的关键球员 反观李盈盈在此前的女排世界联赛 和女排世锦赛的表现真的很不错 比如上一次女排世界联赛李盈盈补坎248分 场均夺得19.08分 扣球成功率达到了47.4% 扣球效率33% 依传到位率35% 依传效率31% 防守起球率61.6% 效率39.6% 李盈盈打出这样的数据真的很不错了 大家不要忘了李盈盈还不断被追发 李盈盈在接一传上面顶住了压力 真的是一位全能型的主攻手 可惜的是李盈盈双拳难敌四手 在朱婷不打张长宁不在的情况下 李盈盈带队只拿到第六名的成绩 接下来女排世界联赛又要开打 李盈盈再次带领中国女排出战 大家说能夺得什么好成绩 这次会不会打入四强夺得奖牌 对此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